櫛紙 櫛紙 這都是還能夠利用的東西 對 我們要珍惜 這不再 或是 因為人家就不能接受了 我們都會讓一些作公益的東西 來收 台湾减低这样子的浪费 或者是损失之后 我们把它变成是 社会救助的一个资源 赏味期就是风味最好的时候 可是赏味期过了 它食物是没有变质的 它有个有效期限 所以变成是我们也建议 台湾的法律也可以出来 在赏味期之后 就定一个赏味期 赏味期之后你就必须要捐出来 所以我们每天感谢那些愿意 不管是提供食物的 感谢由你们 让我们的孩子能够 在每天365天都有很安稳 中午十几点半 早期收打期间 台湾的菜市有这些沙链在航路里面 转来转去 在把菜鸡收买不到的菜市和贵子 买菜阿嬷和买村的导菜 当中整理的好菜 比较多一点 我们要不要这样不好看 不要这样不好看 我们这等到它很没菜 晚上就吃不去 你加菜因为感谢他们来收 那做公的煮一些老人吃 现在辛苦人都在买 去买了 所以我要感谢他们来收 不然这些东西都要好好好 虽然是烹饪的济缸 每天都会买三连子来菜市 菜单的老闆看着车来 就会主动达买村的 还是比较买买的菜市和轨迹 提出来到 气候的影响 做成这个菜的比较漂亮 对 就是会让他们来煮 还是说 就是没完人可以买村的 那些东西 就还可以利用 就给他们去使用这样 给他们也自己会比较心安理得一点 因为这个天地之间会长出来的东西 一定会有它的作用 那我们还要等掉 这样就会比较适合 只能做到一大 社区来的教室团队 去年就收111栋 人买村的菜市和轨迹回去 我们每天把食材拿回来 也会去买冬 看来每天收多少公斤 要做一个记录 那几年这样 一年这样 累积起来 9年是差不多 2万1000多公斤 收藏来的菜先进一些出来 现起暗糖料理 村子就放点桌子上 要过季 菜洗 还是肉片 如果缺氧的人就自己来帮 完全没中间的犯罪 用这种 其实都会经过一个经历 用较好的部分来做的料理 其实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吃 不要说 吃这样的料理 一定是什么有困难的人 还是什么样的弱势团 提债可以来 其实是没有 我们的希望是 大家都可以来吃 确实厨房和一些补肥的菜洗和肉片 中心发挥作用 豆瓜切切的 两菜头细 旁边说的一出炒豆瓜 就挺好出菜 三个菜 一个汤 欢迎民众来做回价 广东西够减刺激就好 根据联合国的报告 全世界的食品有三分一 要不买出去之前 就去让人不要掉落 隆重上来 这种过程 会做成四十四万档的拖牌风流 还有法度 跟世界上 尊重腰 肝 肝 却11人吃到肉 这些都是一个高雷菜 他刚拿到的时候 他就开始把外面 把外面的比较刮掉 到一些晾饭店和超市的时候 他继续去捕掉 我们的家庭 我们就够买吃的 我们要留的比较油 这差不多就是三分之一 另外一部分就是说 从超市和晾饭店 他们的包装 你看起来都同样 都大大小小的都同样 我们为那个产地去看 怎么可能 都小的同样 那东西一带 东西都是那个滚舍充 就是说你的丑蔬果 你太大太小的东西 这都已经都能断掉了 宽布署通计 台湾冰军一个人一档 因为吃春不爱售 拚掉的食品 就有九十六公斤 那用一空一大楼来收美平 趴上一档補费消购的 就有13000多档的当地 限制 像变年商店的通路 一年補费的食品 就超过台票70亿 总统台湾农费的 已经超过100亿了 想说我们把这种100亿 不要说100亿 你一盘就好了 拿50亿来帮助我们 社区需要帮助的人 你可以避免浪费 农粮鼠 然后每个月大概有四五吨的米 然后分享给中长头五十间的教会 其实有很多的边缘户 是不是中低的 或者是就是他们家里真的是很困难 特别在疫情当中 年轻人蛮多的 然后甚至于会敲门说 他现在没有食物 那我们现在有面包 我们就帮他微波 或是蒸一下 或是烤一下 就让他们带回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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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银行去北厂 受众近买过期 买不出的食品 对着时 把肉片和菜洗 放进去冰毒 虽然这些食品 保存的期限都要不够 不过 也就要加上色减11次 这些菜的体量也是一样 你看一下 很漂亮 比较可以 很漂亮 这些花椰 看着有出水吗 咋的就可以了 看着有开心吗 这是花椰菜 看着有开 有开心吗 有开心吗 如果去黑店就可以了 如果去黑店就可以了 把肉片放进去 甚至五日在前后 只有应时应接的长 就收3万多粒回来 我们美国圆 就是可以收到 一顿的量 那就是 我们会拿到台中 我们台中园区 去让它就是更美味 把它卤得更美味 然后分享给我们 所有的那个 陪众班的孩子 让他们可以 那里有好吃的豬腳 还有这个米漢堡 也是 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 我们住民的 部落塞车来载 一次载80公斤到100公斤回去 一车在载 如果没法派车来 就出动开整车 台湾减低这样子的浪费 或者是损失之后 我们把它变成是 社会救助的一个资源 就是变成社会安全网的一个资源 所以我们可以给很多的 像裴都班 或者是文件站 或者是长照的据点 或者是安置的据点 他们本来就要花很多的费用 去买食材来做供应这些 可能是老人家 小朋友啊 这些人来食用 可是透过习食这样的运动 就把这些真的是 原来可能会被浪费掉的 还是在校期之内 还是有营养价值的这些食物 我们就转给这些需要的据点来食用 就避免这些东西 最后就变成是厨余啊 整个车都总是食品 这些冷冬的火车 由它更向大了去走 目的地是不去台湾 火车和另外一只火车 又在厨余的厨余和台湾的交界 超薄心应饭肛到网车 车来到大人乡的阿露衣 指定云娜 等于八重班下课 等于等台的好吃米送来到尾 我是虎健身的 厨余,就是导致 你从咖啡麦穴 等于咖啡麦 我们起来 三位 好像要吃到尾 鱼 我们起来 外奖 也不用 最后就会求他们 看到有些两个 喜欢在那边 我们有行食之后 然后他们每一天 我们感觉好像是 无菜单料理 然后他们就很期待 然后每一次来的时候 因为食物里面有蛋糕 然后我们还会有面包 然后凤梨 每一次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每一天感谢 那些愿意 不管是提供食物的 感谢有你们 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在每天 365天都有很安稳 鱼 肉 饮动食品 还有很香的香 虽然没准的机会都不够了 不过品质完全知道 如果没准备吃东西 在那里跟海边吃吃吃吃 这些食品后一秒 就会变成变成本色 赏胃期就是风味最好的时候 可是赏胃期过了 它食物是没有变质的 它有个有效期限 所以变质是 我们也建议 台湾的法律也可以说 在赏胃期之后 就定一个赏胃期 赏胃期之后 你就必须要捐出来 因为避免食物的浪费 避免这些东西 你就转回去 不管是堆肥 或者是焚化 产生二氧化碳 又造成温室气的排放 今年日月 《卫生后日报》 说到食品驾虎 安全卫生基因 把食品关出去 是符合食品卫生管理法的规定 要充滑观食品 还是比较少人受伤的对方 都充满敏坑的法律依库 小时检讨 要和大家一起来拍拼